我们今天研究一下这个热机 热机呢就是把燃烧产生的热能 主要成功的一种装置 但按照燃烧的场合来分呢 可以分为外燃式和内燃式 按照这个功 这个机器的运动方式来分呢 可以分为往复式和旋转式 对于外燃式往复式的热机呢 就是蒸汽机 内燃式往复式的热机呢 就是内燃机 这个外燃式旋转式的热机呢 就是气轮机 内燃式旋转式的热机呢 就是燃气轮机和喷气发动机 我们首先看到这个蒸汽机啊 蒸汽机就是水呢 在这个 比如说在某个A中加热 被蒸汽水蒸汽 然后在这个B的高温热的中心去加热 然后在C中呢 这个绝的膨胀 做工在D中呢 被冷凝了水降不断的循环 这个热机呢 至少包括循环工作物质 两个以上的温度不同的热源 以及对外做工的装置 这三个要素 热机循环呢 就是给PP属的化成一个必格曲线 不过这个曲线是顺时针的 那么它会对外做进攻 是对外做工 是一个热机 如果是逆时的循环的话呢 就是一个制冷机 因为外界对它做工 毕竟它在这个低温处 这个这个 吸热能量 它高温处是满能量 热机的效率呢定义成 一塔热等于WP除以Q1 WP呢是对外做的工 而Q1呢是等于吸热的热量 因为Q1变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对外做工 一部分呢是在低温处释放 所以呢 这个热机的这个效率啊 是等于 这个这个这个Q1分之WP 等于呢Q1分之Q1-Q2 但这个加绝对值的 等于呢1-Q2绝对值 就是Q1绝对值 如果不加绝对值的话呢 这个Q2 因为因为我们Q一般是指着是 吸收的热量 对我们 我们以这个工作机体 工作物质为引擎对象的话 这个Q1是吸热是正的 Q2是放热是负的 如果不加 不加这个绝对值的话呢 Q2就是一个负的 那么如果它又不止两个热源的话呢 这个Q1呢指的是 总 吸收的总热量 Q1呢指的是 这个释放的总热量 然后呢我们来研究了这个卡诺热锡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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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师卡诺啊 他他对就是 就是蒸汽机的研究呢 用了相当 炒的这个简化抽象的这个 这个方法 就能是非常彻底的这个抽象方法 这个我们它是设想什么呢 设想这个这个热锡的工作啊 是有两个绝热过程和两个等温过程 这个实现的 那可以围成这样一个一个面积 它绝热过程呢 它先比如说这个从1到2呢 从从 呃 是是一个等温膨胀 等温膨胀 等温过程 然后呢2到3呢 绝热 膨胀 3到4呢 是 等温压缩 4到1呢 再来一个绝热压缩 那么 我们来研究它 它这个这个过程当中的 呃 效率的问题 它1到2的过程当中的Q1 相当于是吸热的过程 这个是等温 等温线 等温线呢 是吸热放日的过程 它这个简化简化非常好的地方 在于它这个绝热线上 它是不会吸热和放热的 那么它的吸热 吸放之后呢 都就会 只存在于等温线上 然后我们套入之前 这个等温过程的这个 这个热量 这个吸热放日的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得到 在这个等温线12当中呢 从1到2 这个吸收的热量 肯定是吸热 因为1到2起来 它这个 是 对外做工 P乘V呢 是一个定值 温度权等电的不便 对外做工 肯定是吸热 然后2 那个3到4呢 是放热 那显然1到2的面积 大于3到4 所以它会对外做进攻 并且呢 它会 吸收热量大于释放热量 那1到2的吸收热量Q1呢 这等于μRT1 启了一个Line的V2-V1 3到4中 释放的热量Q2 等于μRT的Line的V4比V3 然后呢 我们来看到这个 因为因为我们根据这个这个 这个绝对的膨胀过程 这两个温度 就是 根据这个等温性的性质 温度有个相等的关系 1和2等温 3和4等温 所以呢 T1V2的μ-1次方 而这个绝对就是绝对线的 根据绝对线的方程 我们可以得到 T1μ2的μ-1次方 加T2μ3-1次方 这两个相等的 所以呢 就是V2的比V3 可以等于T2-T1的这个 干嘛-1分-1次方 同理可以得到 这个V1-V4 也等于T2-T1的干嘛-1分-1次方 可以得到这个V2-V1等于V3-V4 V2-V1等于V3-V4 V2-V1等于V3-V4 那么这两个Q1 其对级比Q2的绝对级呢 就等于它T1和T2的比 所以呢 就可以得到这个ETA 就等于T1-T2 除以T1等于1-T1分-T2 这个是卡诺热机的效率 以理想气体为公式 那么我们要 如果说我们要提高 这个卡诺热机的效率的话呢 就要尽量使T1分-T2减小 那一般是T1减小 T1增大或者是T2减小 就是高温热源增度升高 或者是低温热源温度减小 那在我们实际的应用当中呢 这个低温热源啊 经常都是这个江河湖海啊 地下水啊这个温度 所以呢是不容易改变的 而高温热源呢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尽量的高 然后呢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内燃机 循环 内燃机循环呢 就是将燃料燃烧过程移到气缸内部的热机 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 就与蒸机相比啊 就可以明显的升高 高温热源的温度 另外效率呢是高于蒸机的 这转机呢主要有奥托循环 与迪塞尔循环两种形式 这个奥托循环呢 是等体加热循环 插热的时候呢 是这个等体加热 体积不变 主要因为它的加热速度非常快 来外机膨胀就已经加热完了 这是跟它的燃料混合方式是有关系的 当然我们可以表达这几个过程吧 那首先呢 第一个过程呢 是进气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V图啊 是这样的 第一个过程呢 是进气 就是压强不变 然后呢 体积增大 空气进来 这个从PV的μRT下面来看呢 是T不变 P不变 V和μ乘正比 就是进气 μ增大 V也增大 气费能够增多 然后体积增大 这是第一个过程 第二个过程呢 是压缩 就是把这个阀门关掉 就是把这个阀门关掉 刚第一过程 那个气缸的那个阀门 进气阀是打开的 和进气 它进 它加下来的这个气呢 是燃料气体 像什么汽油煤气啊 煤气啊 就是燃料气体进来 然后呢 第二步是压缩 就是 也许在这种惯性嘛 就是第一步进气 第二步都是平地之前 之前这个工作过程中的这个惯性 来进行的 它那个进气 可以遇到 到这个气缸的下死点 然后呢 然后呢 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绝对压缩 绝对压缩 因为它这个把这个气 这个这个这个气缸 关掉了 然后压缩的过程也非常快 就几乎认为是没有与外界相互作用了 那么就是一个绝对压缩 呃 这点认为是一个绝对过程 然后呢 压缩到这个上死点 这个时候温度呢 就比较高的 就上升为了可燃点 然后呢 第三步呢 是等体加热 到了可燃点之后呢 可以把它点燃 就是 在这个 呃 因为刚才第二步的话 觉得 然后第三步是点燃 点燃 点燃的话呢 呃 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火灾火花塞呀 会释放出电火花 然后呢 把这个气体点燃 因为火花塞在死点附近 运动速度很小 好燃烧过程十分迅速 那火塞在死点附近 运动速度很小 那几乎是静止 然后然后 就是速度 转到点 速度会有一个 在零附近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过程 然后可以认为 燃烧在等体 等体下发生的 好 这个可能温度加强 能同时增加 整个过程中 气体呢 会吸入QE的这个燃烧热 就是等体 等 那个 等 等体这个加热 所以这个被成为等体 加热循环 然后呢 是从 继续 继续下一步呢 是绝热膨胀 它燃烧热之后呢 还是 膨胀 跟刚才绝热压 类似 它它它进行的很快 以至于 基本没有热消化 所以绝热膨胀 然后呢 排气 并且等体放热 就是 把这个 发表打开 这个 这个 这个空气呢 就排出去 其然温度的降低 比如让 然后可以跟 跟外界呢 温度几乎是相等的 气价也可以做到几乎相等 用过来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呢 最后一步的是扫气 活塞的向上运动 将参与气体排出 这个时候参与气体呢 是燃烧之后的气体 所以呢 它然后这个 它这个过程呢 是有气体交换 是从从 它进的是燃料气体 而排出呢 是燃烧之后的这个废气 那么我们 呃 可以去计算这个过程的 呃 西方的这个 这个 那个 热力效率 那么我们看到 它吸热的这个 失收的热量 Q应该是等于 呃 μ 成了一个 CVM的 T3-T2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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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的瞬间 就是燃烧的瞬间 剩下的热量 然后 它释放的热量呢 是等于 μCVMT-T4 也是这个 就是 把这个 反面打开了之后 迅速的这个 交换的过程当中呢 释放的热量 那么 ETA呢 就等于 1-Q2 绝对值 2-Q1 1-Q T4-T1 除以 T3-T2 还因为 因为这个 在绝对手上 T2-T1 和T3-T4 是相等的 分别都等于 V1-V2 T2-T2 T2-T1 等于 T3-T4 等于 T1-T2 的 干嘛-1次方 那就可以到 T2-T1 等于 T3-T4 等于 T3-T2 等于 T3-T2 等于 1-T1-T2 等于 1-V1-V2 因为这个温度不太好 不太好去测量 体积它就比较好测量 所以就把这个 用体积来表示 K等于 V1-V2 呢 称为这个 绝热 容积 加缩比 K越大呢 这个效率就越高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它这个K呢 不能 也不能太大 K太大呢 会使得 它在一些地方的时候呢 呃 会有过高的压强啊 之类的 会不会使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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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够大冲击力才能暴震现象 它加缩比够大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使 嗯 吸油蒸汽和空气的汇合系点 尚未压缩到 这个最低点的时候呢 温度就升高到 引发爆炸的温度 这个也就不行了 跟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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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啊 这个奥托循环啊 就是这个等体加热循环 它的这个 这个效率是 这不能太高的 就是汽油机的一个模型 然后汽油机模型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等压加热循环 也就是迪塞尔循环 迪塞尔循环呢 它首先 嗯 是吸气 这就是 就是 迪塞尔循环是一个那个 压缩点火式的内燃机 它刚才有个不同 就是 它是 嗯 先压缩 然后然后再喷油 然后然后再 然后再 然后应用这个压力呢 就直接去点火 应用这个温度直接 点燃 就不用升完电火花了 刚才那个呢 是在点燃之前进行的 非常均匀的混合 所以燃烧过程非常快 可以迅瞬间 就是等压的这么一个 嗯 等体的一个加热 就就 瞬间瞬间就 燃烧完成了 就等体了 这个呢 因为它混合不均匀 刚刚喷出这个 那个这个这个 柴油啊 那时候呢 这个 它它是 跟空气混合不均 所以它的燃烧是逐渐进行的 并且呢 基本不可以认为燃烧过程中呢 这个压响是 是一个定制 所以认为这个 就被称为是一个 等压加热的过程 你看等压加热过程呢 它首先是进气 原来是进气 然后呢 是 呃 这个把气缸打开 然后 从这个体积从零增大 然后呢 是一个绝对压缩 跟刚才非常类似 绝对压缩 然后呢 是等压加热 这跟它不一样了 对吧 它这个温度 已经拿到燃热燃底 然后呢 再利用高压油泵 将这个 徐徐的将燃油 通过喷油嘴 喷吸缸当中 燃油与高温空气 混合之后 燃烧 那它这个呢 实际上是 一温度一边 一边燃烧 一边温度升高 一边推动活塞 然后到差四点 然后再把这个气缸打开 跟刚才类似 嗯 是一个等 等等体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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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放热 然后呢 是扫气 再向上 把这个含氛气体扫出去 然后这架子进吸呢 其实是空气 而不是等到进吸 那么奥多循环呢 这个 这个 一塔呢 我们也可以计算 它的QE呢 就是吸收的位量 就相当于是 等压吸收的 这是 空气的等于μ 然后那个cpm c3 t3 t2 那个释放的呢 是等体释放的 QE是等于μ cvm t4 然后跟刚才类似 有刚才那个t2 比t1 t3比t2 的这么一个关系 啊 我不是相当的 这是这是 这是 这t2比t1呢 是等于k的干嘛 解析释放 而t3比t2呢 是等于r 这等于这个v3比v2 因为它这个是等体的膨胀 一样的关系 好 t4比t3呢 也是v3比v4的干嘛减一四方 这俩这个t2比t呢 和t4比3呢 它有一定的关系 它它是个 以周围一个媒际 那我们看到一塔热呢 是等于一减去这个 肉的干嘛四方减一 除以这个干嘛 肉的干嘛四方减一 那如果说k相同 就是这个体积的 压缩比相同的话呢 那我们前面的这个 奥托循环的效率 是高于迪塞尔循环的 它因为这个迪塞尔循环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 我是我是就是在过了这个 这个佐斯电 就过了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上面 那个顶点之后 再缓慢燃造 所以都可以把这个 可以把这个 这个压缩比 做的比较大 就不会是那种燃爆 叫早燃震爆症 这样的现象 所以可以把这个压缩比 要做的比较大 虽然这个k呢 可以可以高于这个 之前的汽油机 所以这个柴油机啊 它的这个效率 一般是可以高于汽油机的 这些和这个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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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